一个寒冷孤寂的雨夜 一栋幽静密闭的公寓 一个头戴面具的杀手 一对即将殉命的情侣 黑暗的画面夹杂着阴森的潜奏 诉说着的寥寥即语 就将人带进那个反转无限的犯罪空间 随着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 老孟接到了一个从前同事打来的电话 言语中全是对自家孩子的不满与担忧 大学毕业三年 不急着找工作 非要吵着当警察 所以他只好经老孟帮忙 来劝劝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做了半辈子警察的老孟 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居然会轮到自己 来劝别人不要入这一行 同事的儿子阿古 果然如他口中所说的那般粗糙目的 一上来就问了个 让老孟出乎意料的问题 您的腿是怎么瘸的 老孟淡然一笑 摸了摸手边的拐杖 看来你小子是有备而来 而眼前的阿古 似乎也对五年前那场连环杀人案很感兴趣 时间回到2016年7月23日的凌晨两点 倾盆大雨的公路上 三个经常一起鬼混的富二代 开着车一路狂飙 肆无忌惮地玩乐 让他们完全忽视了一位路过的行人 车祸也就这么无可挽回的发生了 为首的小泥是这辆肇事车的主人 他二话不说就火腾朋友将尸体塞进了后备箱 这条街上的住户只有他家买了车 再过几个小时 等送报工和清洁工都上了班 看见尸体 那他们家绝对就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 所以他就干脆将尸体带回家 等机会再偷偷尾尸灭迹 但人算不如天算 回家的路上 他们被交警查出了酒驾 车子要暂时扣留 心虚的三人不知是谁先动的手 几拳就将交警打趴在地 匆匆爬上车一路狂飙逃回家中 然而奇怪的是 警方对当晚发生的一切 却没有任何记录 当天早上九点 刚到警局的老孟 就接手了一个疑似自杀的案件 死者特朗是受到枪击身亡 枪上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并且被大雨冲刷的差不多了 前来报案的男人是当地的宋豹公 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他发现了尸体报了警 然而就在宋豹公说明情况离开后 还没一会儿 他就焦急的大喊着 因为在警局外 他看到了那辆之前停在案发现场的白色轿车 还没来得及告诉警察 那辆车就加速开走了 宋豹公这边是唠唠叨叨 紧张得不得了 可一旁的警察老胡 却不以为意的只想打发他走 不就是一场自杀案吗 何必要弄得那么复杂 9点15分 老孟和老胡来到了案发现场 例行公事 检查了一圈刚要离开时 新入职的警员小高却拦住了他们 虽然不能确定凶犯到底是谁 但我心里有三个嫌疑人啊长官 在这条街上 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富二代 我经常看见他们凌晨两点左右 在这条街上飙车 所以这案子很有可能与他们有关啊 阿瑟 还有 他们私藏枪支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长官 就这样 小高顺利地加入到了老孟的行侦组 面对警察的突然到访 富二代三人身体僵硬 眼神闪躲 一看就肯定有问题啊 可仔细搜查后 屋子里却没有发现枪支 就连之前放置尸体的后备箱 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老孟直觉此案和这三个小子关系不大 但他们神色紧张肯定是另有隐情 去赶紧派人盯着他们 然而正当老孟一行三人驱车离开时 警局又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还是这条街道 一栋公寓内的女住户拉尼神秘失踪 早上七点左右 她的闺蜜来访 发现大门虚眼 满屋都是血迹 随后便联系房东报警 更糟糕的是 在这栋公寓附近没有安装任何监控 就连安保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出入 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老孟发现在拉尼失踪的前一天 她曾到警局投诉被人性骚扰 而对方就是那三个富二代其中之一的马诺 据她所言 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和拉尼也只有因为十天前的一次意外 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姑娘骑着摩托车 差点撞上他们 道歉后就各奔东西了 但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实验人员发现 自杀男子特朗头部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 而这种子弹是警察转用的 与此同时 在拉尼的家中也发现了新线索 墙上血迹的血型是B型 而拉尼的血型却是O型 在其他住户眼里 姑娘永远是一个人 没有父母或监护人陪在身边 但有一个邻居 却见过她和另一个男人经常私混 拉尼还向邻居介绍 这是自己的未婚夫 种种线索传在一起 老孟混沌的思绪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墙壁上的血迹和特朗的血型都是B型 难道这个神秘的未婚夫就是特朗 走出公寓 门外的纠纷引起了老孟的注意 原来是几个大学生在居民区拍摄比赛Vigo 老孟以扰名为由稍作惩罚 没收了相机 让他们稍后去警局取走 没想到 他却在拍摄的花絮里 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相机拍到了一辆白色轿车 以及拉尼的闺蜜阿瓦 显然在白天调查中 他撒了谎 他根本不是在早上7点左右来找拉尼的 而是在夜里11点就已经来了 那么他到底是在向警察隐瞒什么呢 而那辆白色轿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附近呢 老孟一刻也没有耽搁 赶紧和小高一起找到阿瓦家中 此刻已经是晚上10点 姑娘居然不在家 他在这个时间出门散步 电话也联系不上 确实有些反常 老孟和小高尝试在街头寻找阿瓦的踪影 不曾想 却看见马诺带着满脸伤痕 独自一人 胆小的他将一切全盘拖出 原来事情从难晚车祸后 就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放置在后备箱的尸体突然消失 小妮怀疑是有人看到了他们撞人的一幕 并一路尾随将尸体偷走 为的就是好借此狠狠敲诈他们一笔 果然没过多久 宋报公就出现了 就是他 目睹了所有的犯罪过程 并狮子大开口 张嘴就要100万的封口费 马诺提出最好还是向警察坦白 结果被小妮打得鼻青连肿 不过他虽然说明了当晚发生的事情 但因为害怕 大多的细节都给遗忘了 老孟小高重新捋了一遍时间顺序 7月22日晚11点 阿瓦来到拉尼公寓楼下 撞车的事故发生在7月23日的凌晨2点 而在同一个停车场的附近 拉尼的男友遭遇枪杀 早上7点阿瓦报警 拉尼失踪 晚上10点 他又匆匆出门散步 老孟将目光转移到了宋报公的身上 因为他就在案发现场 目击谋杀的可能性相当大 随后二人找到宋报公的住处 去他交代 事发当日 他去仓库拿报纸 在路过一辆白色轿车时 远远的瞧见有个男人躺在地上 他刚凑过取向一探究竟时 就听见前方传来一阵急促的刹车声 正好就目睹了富二代三人 将尸体放在后备箱里的全过程 本来是两起案件 他早上去报警时 为了能够狠狠敲诈富二代一笔 所以就只说了这个中枪的男人实践 而对车祸只字未提 宋报公还指出 视频里停在公寓楼下的那辆白车 和停车场自己见到的是同一辆 但问题又来了 如果不是宋报公偷走了后卫箱的尸体 那又会是谁呢 老孟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案发当晚 特朗和拉尼正在公寓里庆祝生日 随后凶手进入公寓 来到拉尼的房间袭击了特朗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墙上的血迹是他的 然而正当凶手想要杀了拉尼时 闺蜜阿瓦和男友正好登门 随后凶手用枪逼迫几人上车 当开到停车场附近时 特朗想要逃跑 凶手将其一枪击毙 随后又打晕了拉尼 将特朗的尸体伪装成自杀的假象 阿瓦的男友慌忙跳过停车场围栏 翻墙逃走 结果却被飙车的富二代三人撞死 只有阿瓦一人侥幸逃脱 之后发生的一切 藏匿于停车场的凶手 也都全部心眼目睹 还一路尾随 搬走了后备箱里的尸体 所以现在阿瓦男友和拉尼的尸体 一定都在那辆神秘的白色轿车里 但凶手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此时警局又传来了两条重要的消息 一是那辆白色轿车就在特朗名下 二是有人从那辆车里的后备箱里 将一个很大的东西扔进了池塘 然而等他们急匆匆赶到现场时 却无功而返 回警局的路上 眼见的老孟突然看见那辆白车 就行驶在前方 可没有想到 就在追逐的过程中 却发生了意外 老孟也就在这次事故中 由于失血严重 而被迫截肢 在他昏迷的那段时间里 雨夜奇案也被匆匆了结 据官方给定的定论 是否要带马诺 嫉妒拉尼和特朗之间的亲密关系 才会寻仇结怨 酿下惨剧 如今警方正在全力追捕逃亡的马诺 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年 但老孟对自己截肢的记忆 还是无法冷静地面对 他住着拐杖 颤巍巍地走回房间 老胡却在这时打来了电话 说儿子阿古 知道自己不想让他当警察的意图 所以根本就没有到访 那坐在外面的男人又是谁 老孟嗅到了一丝不祥的味道 他慌忙找出手枪藏在身上 没想到对方的反应更胜一筹 他掏出了包里的手枪 自称是特朗的哥哥 他来着就是想问一句 当初老孟明明看到了凶手的真容 为什么不向警方提出来 事情回到车祸后的一周 躺在病床上的老孟终于见到了阿瓦 当晚的真相是 特朗并不是拉尼的男友 他化名马诺 并一直跟踪骚扰对方 当晚不知情的阿瓦姑娘 将他和同伙当作是前来为拉尼庆生的朋友带进了家里 随后两人袭击了拉尼真正的男友莫迪 并拍下了欺辱拉尼的视频作为要挟 墙上的血是拉尼在反抗中划破特朗的手臂时溅上去的 之后两人强行将拉尼带到车上准备继续 男友莫迪追了出来 在争斗中开枪误杀了特朗 紧接着逃跑的同伙也遭遇车祸身亡 是莫迪偷走了藏匿在后备箱里的尸体 又放走阿瓦铺好后路 而拉尼其实早已被他安置妥当 所谓的失踪只是糊弄警察的缓兵之计 时间回到当下 老孟清楚的记得 当年特朗的父亲在儿子失踪后曾到警局报警 他听到对方说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那这个自称是他哥哥的人又是谁 男人见状也不在伪装 他拿出了一张照片摆在老孟面前 那是一张无比熟悉的脸 当年跟随他的新警员小高 原来在车祸后不仅面部严重烧伤 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了五年 醒来后他就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这些年他一直有个放心不下的心结 那就是真凶依然逍遥法外 直到十天前他意外看到凶手 居然出现在老孟的家里 所以事情才会演变成今天这一幕 面对救人的仇恨和怒火 老孟缓缓说道 莫迪是我的儿子 几声枪响过后 一切都归于平静 和拉尼刚刚在一起的莫迪 原本信冲冲的去参加他的生日会 可特朗和同伙的出现 就让一切都发生了转变 毫不知情的老孟接手了这两起案子 直到在最后的追逐中 才终于发现真凶竟然是自己的儿子 作为父亲 他选择了隐瞒 也让自己承担了兜兜转转 终要面临的苦骨 都说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即深远 哪怕是身为正义化身的警察 也不能免诉 在各方的证实和四角里 一起案件有千万种不同的解读 直到真相被揭露的那天才明白 你认为的受害者 其实是施暴者 缜密的推论其实毫无关联 每个被卷入的人 都将眼中的事实摆在明面 可孰是孰非 根本无从判决 如果一开始 特朗没有犯下罪恶 莫迪没有杀人 老孟也没有因亲情而选择包庇 或许事情 就不会走向无法挽回的结局 蝴蝶不过是小小的 扇动了一下翅膀 改变的却是整个世界